小白 mismatch 再給到外圍的 葛拉罕三分球 這邊為主場的林安元首開紀錄 有一個不錯的外線表現喔 底線 林陣的出手喔 籃板球 葛拉罕要衝起來了喔 這是他招牌的打法 這次 體能的消耗會非常大 對 在下半場跟第四級的考驗 也是值得關注 莫特斯 後面賈康很好的判斷 直接把球員抄走 前面直接挑戰賴庭恩 左手上籃得分 做呼應喔 讓賈康去得到這樣的一個球權 好 林航元現在放上了一個 單洋將的陣容 挖了一個簡單的走位 下去休息 白耀成 三分的出手 底線三分球 清楚的情況下 小白其實是有空檔的 不得中距離跳投 凱傑的背後傳球 哇 不得相當的拚啊 哇 看一下前面 管打又兩步上籃得分 空檔出來了 外圍波拉三分 再給波浪一次機會 三分還是我要的喔 拉到外圍 今天的波浪還是 哇 這個球沒有拿好 球是不是有點燙啊 剛剛小白也沒有拿好這邊 哇 九連波 防守的壓迫性相當高啊 嗯 但是 林航元的防守也很強 Mismatch 哇 球沒有拿好 布依德 再回給他 做一個 他也是往外拉去做一些攻擊 但是波浪的三分比他準啊 只能靠這些 重距離跟 產生一群的得分 哇 這一節 布依德 陳立生 這邊 又是一個跨盪機會 哇 最後威希的掃把 還是有這個賀阻力在喔 哇 怎麼那個籃板球沒有保護下來喔 最後是布依德 上籃得分 又是轉換攻擊 布依德 最後選擇往外交 加開是籃板球 今天 另一方圓 又是一個換防 布依德又一個Mismatch 這邊波浪再噴一個三分 那現在 他連續沒有辦法 輕易的去做得分 這邊 陳宥偉重新回到場上 手部這邊做了一個保障 哇 這個傳球相當的精彩 觸碰到籃底下 布依德得分 是啊 我覺得他還是要 貝蘭的果決出手 他在前一個階段上面 上這個比賽 也是有雙位數的分分 今天有用了一些區域防守 後半段沒有再使用 好 盧俊翔 這邊稍微找回一點 布依德 往外交 底線 小白的三分出手 現在在第三屆 小拉漢 再分小球 地下球 再次轟炸籃框 尼尼尼尼上來的話 我也是會這樣子鼓勵他 沒有錯 對嗎 哇 底線 關打一球是沒有切到進去 現在目前為止都守得還不錯 外圍陳立生 這三分出手 這個總比過去 有沒有機會去追分 如果在落後的球隊 通常會以這兩個為主軸 如果這樣簡單得到沒有辦法 出來的話 是防守還是要先守住嘛 對 勇士一樣維持他們的區域防守 格拉漢在交籃底下 波朗也來購得 小白往外交 格拉漢的三分敲投得分 要趕快追上進度 把自己的一個數據給拿到 好 如果這邊有兩個射手在這邊 哇 格拉漢 在 盧俊 今天他可能是得分比較低迷的 直接 打一個三分球 露給盧俊翔 這麼大的狂擋 走出勝利啊 追到了16分差 嗯 九七比八十一 外圍 盧俊翔三分投偏 藍底下 小白啊 撿到這一球 白金兩分 這個分數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讓這些年輕球員上來 吸取一些這個收官的經驗 副旁都沒有拿下來 確實在這一季的一個 副旁想要去挑戰冠軍這個位置 哇 好 下半場也是差不多五十分的位置 所以被破白 那怎麼 這樣子等於說是沒有辦法去贏球 比賽來到最後的一分鐘 在第四節收尾的表現呢 也是相當的精采 最後時間呢即將到點 恭喜主場的桃園普圓領航 一百零五比九十四 十一分的差距收下了主場的開幕戰的勝利 同時也是在 但是 今天我有看到 我們在下一個 二十一天 五十一天